那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军方 其实在这一次呢 可以说是公布非常多的讯息 还包括在极落这颗间谍气球的 那个当下F22的对话记录 也公布了 要请教亲王 为什么要公布呢 包括刚刚节目哥也提到了 那个侦察机 在其实这个气球 这个飞进来在美国的领控的时候 也有进行侦察 那美国公布这些详细的讯息 用意何在呢 美国公布详细的讯息 当然是为了让美国民众 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特别是 为什么这个是在这个时间点 把它做极落 因为你从飞行员的对话里面 其实可以还原的很清楚 那特别是他还原了一件事情的答案 就是这几天也很多 中国人在看了这个画面 在讨论说 到底美国是用一发响毁蛇飞弹 还是用两发响毁蛇飞弹 才把这个气球给打下来 意思就是一发能够打下来 那是以理所当然 但是就是因为你让产 所以你才用两颗才把它打下来 那所以你看这种讨论 明明就很无聊 但是大家也在争论这件事情 这样会不会说 到底美国是不是用了两颗 对不对 谣传的结果猫在钢琴上昏倒了 是所以根据这次录音的这个结果呢 你看整个录音谈话一公布完了之后 大家发现还原事情真相 就是一颗就是击弱了嘛 就是一颗就击弱了嘛 就是一颗就击弱了 所以呢他当时还原的状况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很明显的就是发现了这一颗 我们讲说这颗气球的存在 所以他用F-22呢 这个我们讲说F-22隐形战斗机呢 两台上去 那这两台上去呢 他一台呢 其实一台是叫做 他的代号叫做Frank-01 一台叫做Frank-02 为什么要用Frank-01跟Frank-02呢 因为这最重要是因为他们 飞行员对美国空军来讲 有个王牌飞行员叫Frank-Luke 这个Frank-Luke的Junior呢 他是在那个二次大战里面 曾经击弱过14架 这个德国的间谍气球 也击弱架4架战斗机 被誉为是王牌飞行员 所以呢他打下那么多架气球 那我请问你 这一次对美国空军来讲 任务是要打什么 打间谍气球嘛 所以他就用Frank的名字呢 替他这两台辽机呢 代号取一个叫Frank-01 一个叫Frank-02 所以呢这个Frank-01呢 他等于就是飞到接近这个 我们讲说到这接近间谍气球 大概距离8公里左右的范围里面 发射响尾蛇飞碳 然后上去把他给打下来 但是在过程里面有没有插取 有插取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他在出任务的时候 他遇到的状况是 Frank-01其实一开始 他的油是不够的 油料不够的情况之下呢 那他跟另外一台辽机 在互相在呼叫的时候呢 他就提到这件事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让我们的飞机呢 先回去把油加满了 我们再出来出这个任务 所以他们还中间还有个这个波折 回去把油加满了 然后再开出来 然后再把任务给执行完成 在执行完成的时候呢 当时关键在这里哦 这个Frank-01跟他另外一台 他的辽机呢 就问他说 他的辽机问他说 他说你现在呢 我们已经飞到了这个整个同温层了 然后接下去我们要打的是 威士忌137 还是威士忌122 那你就想说威士忌137跟威士忌122 是什么 威士忌137指的是他的代号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 我指这边威士忌表就是在大西洋领空 也就是说 当飞到大西洋领空 代表威士忌137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再把它打落下来 那威士忌122这个位置呢 他就是不是没有飞到大西洋领空里面 可能还在靠近美国的上空 所以呢 在当时他们就做了一个选择 我们在哪个位置要把它挤落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在美国来讲 他们确实就像他们当初曾经释放出来的讯息 这个气球要飞到大西洋上空 在把它挤落的时候呢 对于美国的民众 才不会有安全的危险嘛 仲强我们前面有提过 按美国民众的心就对了 当然 因为这句话为什么很重要 他就是告诉你 我从头到尾都要把它打下来 但是我不能够在危及到 美国民众生命安全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嘛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拜登呢 不是我们刚才前面不是有提到 共和党的人一直质疑他 你太软弱了 第一时间要把它打下来 可是拜登呢 他们等于透过空军释放出 这个对话的时候告诉你说 我本来就要把它打下来 但是因为我如果当时打他的话 他掉下来的过程里面 各位前面我们有提到 他的重量有多重 相当于非美国国内线的小型客机 这么重的重量 如果你要想说 如果从他从6万尺的高空 从上面掉下来的话 掉到陆地 你要想说 那会造成多少人命可能的损失 所以呢 美国的这两位 我们讲说飞上去拿开F-22 飞上去的这两位飞行官 他们讨论之后呢 决定要在F-137的位置呢 把它打下来 而且还谈到他们确定怎么样呢 确定威士忌E-37 就是我讲的大西洋领空 他们预计要涉及的位置 威士忌E-37已经进空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打落下来 所以呢 当他们喊了 就是说准备要行动的时候 奉命开火的时候 距离岸边6到8公里 我们海底处呢 决定就发射 翔尾蛇飞弹出去 所以也就是在当时呢 美国的空军东部防空部 跟这两位飞行员 不断的沟通之后呢 确定这个时间呢 打下去 下面不会伤害到任何民众 下面也不会有 渔船作业的时候呢 他们还下令决定 在那个时间点 把翔尾蛇飞弹发射出去 一发就把这个气球给打下来 所以当时的过程里面 还原背景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美国的这个东部防空区呢 不断的跟飞行员 是一直在沟通的 从他们的这个 位于哪一个高空 比如几万英尺的位置 然后到他接近这个气球 剩下差不多 8公里距离的时候 他们就认为说 这距离你就可以发射了 就直接让他fire出去 所以他的翔尾蛇飞弹 发射出去的时候 一次就把他击落 所以没有像现在 在网路上呢 竟然还有版本在讨论说 到底是两发打下来 还是一发打下来 所以这也顺便呢 透过这个对话 还原过程中 告诉美国的民众 之所以等到这个时间点 是因为这个庞然大物 他就不是气象气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要把美国空军 要把他打下来的时候呢 要特别的小心 要净空那整个环境 空域上面净空 然后包括下面海面也要净空 在这个时候 才是他们把他打下来的时机 是的确